去存钱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咯 民众抱怨公社里头发文 说自己透过了ATM存款新台币五万块 没想到存进去之后呢 却被退超了八千块 系统却显示说他存了四万一 短少了一千块钱 所以平白缴了一千块钱的教育费 那么这篇图文引发了不少的网友回想 有网友就以经验值来回应说 有的人就给了一些建议啦 比如说你做一些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现象 零贵点超有专人用点超机服务 一对一确认没有问题就能存入 不过选择存款提款全自助 就得使用ATM存提款机 一篇抱怨文让网友分享资深经历 要存入五万元点超后 机器退超八千块钱 萤幕却显示存了四万一 退超了八千又数了两次 来不及按下取消键 最后平白缴了一千元教育费 奉劝大家要一张一张数超 再存钱 零贵存还是用ATM存款 这个ATM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ATM比较方便 现在那个 7和便利存款商就很多 就随时就可以去存钱了 如果去零贵的话可能还要等 我觉得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 ATM因为现在大家就是跑银行很不方便 因为它下午三点就关了 大把钞票带到ATM存款机 就怕存入过程有状况 除了一张一张把钞票点清楚之外 最关键的存入指令绝对不能忘 通过ATM存款在存入超币的过程当中 一旦发现一状 只要按一下取消键 都还有转还的余地 我会按取消先把卡拿出来的 我应该会马上打电话联络银行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旦发生ATM存款出状况 记得还有三招自保 包括记得列印交易明细 留下交易序号 还有即刻拨打提款机 跑了电话直接联络客服专员 再不然就是拨打财经公司的服务专线 联络银行进一步处理 存钱益状别急别慌 别跟自己的钱过不去 三十五六号委张俊栋 太重